非常感谢斯高利先生 的确您刚刚指出 就是要简短的说两句 使得所有其他的同事都有时间发言 现在我们请卢旺达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长 Paul Ingabier发言 谢谢 我知道我们在网上经常听不到 你们在说什么 我希望你们能听得到我的声音 那我觉得Paul刚才说的很好 他谈及了很多的益处 而且也谈及了多利益相关方模型 来促进这个连接性 那么卢旺达呢 也正在做这项事情 我们还将会继续推进这项工作 我们还需要在这一块 确立本国的监管 加强连通 而且为所有的卢旺达公民提供连接 我们要制定政策 促进可及性 来进一步拓展连通性 那么第三点呢 对于政府来说 我们要刺激私有的企业 要提供高速的网络 并且也要培养更多的具有互联网技术的人员和专家 让他们参与进来 使得我们的公民能够从中受益 那么谈及私营企业呢 那么在这块我们需要投资 使得他们能够建立有益的基础设施 来实现这些目标 的确我们的确 这种全面的普遍性的连接性呢 不是我们一方所需要做的 我们需要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 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合作 那么有请联合国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 副秘书长李静华先生发言 谢谢 大家好 我需要给大家谈谈我想说的几点重要的要点吧 那么对于IGF的这个年度大会来说 我们 联合国认为我们可以做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 我们必须要认可 在这个IGF 互联网这里论坛 它是一个巨大的社群 我们也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实践 使得所有的那些没有得到连接的地区能够参与进来 我们现在已经有153个国家和地区的这种倡议 那么 大概有一半的这些商业人都是在全球进行的 来进行知识互想 互联网治理 IGF的工作 主要是负责互联网治理 并且使得机构和个人都能够参与进来 IGF同时还能够促进 普遍连接 同全球的合作伙伴联合和合作起来 第二点呢 就是 IGF的这个工作中呢 我们需要多例相关方模型 从而来促进技术的发展和创新 IGF的年会呢 它提供这样一个高层的领导人的会议 那么从而来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 那么每年 自从2015年以来 所有的这些高层人员都来到纽约 来对 2030年的SDG的工作 有什么样的进展 那么部长级的成员 以及高层人员都能够参与到这场会议 来进行共同的探讨 包括促进 促进数字的 数字的连接 促进数字包容 并且 将这一块融入到 教育系统中 最后加强和发展 数字的技能 那么联合国也是非常支持IGF的活动 来推动这些机制的发展 从而让经济和社会 利益相关方们都参与进来 第三呢 我们对电子政务的这样一个研究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 我们 关注政府如何使用互联网 将他们的服务提供给人民 我们在2022年启动了电子政务的调查 那么这个调查呢 谈及数字技术 对于政府来说 对应对 新冠疫情和持续应对这些疫情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并且也使得政府采取更多的战略和策略 并且制定长期的战略和策略来应对这些问题 技术的发展 必须要为全球的人民为可持续发展 做出贡献 这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不能让任何人落下 谢谢 这是我们的观点 谢谢 李君华先生 现在请Antonio Pedro 非洲经委会代理执行秘书 给大家发言 他将会给大家介绍 多立相关方模型 如何能够参与到 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来 我们怎样让所有的这些利益相关方 包括政府和私营机构都能够参与进来 您好 可以听得到吗 我们现在听不到原因 又出现了一些音频上的障碍 请大家耐心等候 这给我们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那么首先我们就是要意识到 这是一个标准化的问题 非洲的经济 它落后于许多的国家和地区 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在实现2030年和2063年的这个议程 那么为了确定这一点呢 我们意识到数字的这个变革呢 才是我们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 因此我们 我们要有三一个三个这个功能 那么首先我们要 智库以及运营服务商来支持 这一块的工作 要加强互联网方面的对话 讨论它对社会的这样一个职责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请求所有的立项官方 都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 那我们要支持成员国 来制定国家的这个非洲协调人 使得他们能够实现自由贸易 和相关的战略 我们都知道非洲的这个马歇尔计划呢 目前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计划 它为这15亿人民提供了 这样一个无关税的市场 使得我们能够更好的加强贸易 那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理解这些机遇在哪里 并且要使得信息能够自由的流动 给到所有的利益上官方们 谢谢 大家好 早上好 主席女士 这算我的三分钟时间吗 好的 我可能花不了那么多时间 大家早上 我是 非洲中东土耳其 负责政策的副主席 首先 感谢主办方 我是第一次出席IGF的会议 尽管我在行 这个行业已经工作20年的时间了 多利相关方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Pola女士 和Sali先生前面也谈到了这一点 以及在座的所有人 我相信都认为多利相关方模式的重要性 我们来共同制定目标 大家可能会说 应当更加的明确 在IPU 在IPU的目标 我们也是通过多利相关方的模式来制定的 所以这个问题呢 已经得到了解答 有关多利相关方发挥什么的作用 这个问题是更加微妙的 一般我们认为呢 政策是由政府来制定一个政策框架 公民社会组织 他们会充当看门人的角色 他会告诉区域应当往哪个方向走 还有新个体也发挥作用 这些不同的作用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又有细微之处 政府他不应当制定目标 他应当制定一个政策框架 他有利于投资 能够有利于促进 能负担的普遍的连接 那有的时候政府是要介入 才能够实现普遍的服务 测试两分钟到了吗 我能再讲十秒钟吗 好的 我再讲十秒钟 但如果我们做得好的话 我们就会有非常棒的项目 像是MECA 我们有进入非洲的项目 将东非、西非、南非、北非连接起来 在非洲大陆连接了三十个国家 同时呢 我们在现在能够提供最大的链接的能力 我希望未来能够看到这么多的项目 抱歉我的发言超时了 谢谢 谢谢 RedBetino 它代表欧洲 以及它也是IGF领导小组的成员 我们都知道 连接性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 连接性也很昂贵 我们听到了 我们需要进行投资 但是武器和光纤 是一个资本积极的行业 所以我们需要政府、公共基金、私营部门 来展开合作 而且要确保基金、基础设施的部署 是能够对那些需要的地区提供帮助 所以政府发挥重要的作用 产业界也发挥作用 这是由社群驱动的企图设施部署和建设 我们也需要 作为投资人 需要清晰和确定性 他们知道自己在做好的投资 所以连接BG是有意义的 这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但是呢 我们不能够接受 不必要的政府的介入 不能够接受断网 还有由政府来规定 有什么样的标准 我们排斥任何使互联网 是天下的企图 这对民主是不利的 对投资是不利的 对于实现普遍的连接性 也是不利的 谢谢 非常感谢 抱歉 现在听不到现场的声音 请稍等一下 我们在面临着共同的挑战 因为呢 我们要给不同的地区的人群 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提供 可负担得起的连接 谢谢 我利用这个话筒吧 非常感谢主持人 非洲 是一个年轻的 多样化的社会 我们在几方面都面临的挑战 我们缺乏设施 还有有关教育 链接 内容 应用 我们也需要更多的 多立生官方群体的参与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30年前 当互联网刚刚诞生的时候 非洲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象 现在我们有一些技术来应对上述的挑战 但是又面临了一些新的问题 就是技术安全 就跟食品安全一样 是一个这么大的挑战 互联网的断网 就意味着我们没有一个稳定的互联网 还有第二个具体的目标呢 对非洲我们有一个数字转型的目标 到2030年的时候 在非洲 能够通过信息的方式 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 这些都需要信息技术 数字技术才能够维持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在非洲的互联网的运行 我们在各级一些项目 同时那些部门就出了新单 我们要有能力来发展继续能力 在这些年代的时候 链接的机工商 他们都能够本地的 希望我们未来能够继续发展 我们本地的能力 谢谢大家 谢谢小三好 两分钟的时间 基础设施的成本 它会影响到可不担心 因为基础设施的成本 它受到中国环境的影响 特别是一些贫穷的 贫穷的国家 有小的发展中的老国 在水下的光鲜的部署 需要大量资本的投入 所以资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一个方面呢 是要有利于基础设施 部署的政策的环境 只有基础设施 才能够帮助消费者方便地 更接到互联网 这样通过卫星 和武器等等 我们需要跨不同的地区 展开合作 在政策 在把规则的层面 都展开合作 谢谢大家 接下来是来自ITU的 我可以重复一下我想提的问题 来提供有意义的普遍的链接 随便的挑战 谢谢大家 好 希望大家能听到我的声音 这些挑战是非常复杂的 续杂的也是多个层面的 我们把它装作是 续续短型的飞轮 我们通过三个领域来 应对这个挑战 就是创造价值和访问和采用 首先呢 要能够进入这边网站 有自己更新 当然 相高给你提到的 做到这一点是有成本的 为什么我们要发展新的业务模式 如果我们有这种设施 能够实现普遍连接 也外还有 无核设施的成本 这些呢 都对于各个东西 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基地呢 就是我们要 采用新的技术 后来也提到了 我们要有技能 要有技术的素养 还有本地的语言 本地的内容 当然第三个基地 就是创造价值 就是 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我们在教育社会 财务 这个领域呢 都能够通过 继续继续来创造价值 来改善人们的生活 我还想 谈一句 我们要不能 让他们成为创造的 让他们能够 开创出新的资源 新的食物 对其他人 主动价值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来自 阿比亚 电信和女生 谢谢 三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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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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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团队开发了一个政策框架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是因为政策和法规 它一般会把重点放在现实的深远的地区 这个框架是一个政策指南 它提供一些行动指南 来支持这些特定意义的实现有意义的负担的职业连接 有一件事是这样的就是保证有意义的联接 包括这些做得以访问的程度 所以很重要的是要达到性格平等的逆章 如果没有达到的话 这个行动机器就没有民主 有没有受到时间兴趣的任务 所以我们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这次会议开始就有意义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对不起 其他一期 什么自由的政策 是握约和制服务 所以 xu 就是逆竞争盾 是 是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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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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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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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说 这周的人们现在也非常需要一个安全的生活 所以那段未来我们应该考虑一些重要的事情 就是平均实在考虑的事情 我们对阿卡来讲 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和合作伙伴一起配合来 这一点很重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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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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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可以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需要需要 感谢观看 那么这是我们 非常感谢 我们在 对于我们 我们对我们 我们对我们来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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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我们 我们对我们 我们也正在 我们需要有我们需要有 Milestones culrustabene 需要我们需要我们都 因相 lens 相关ων Por compan 都 相关�� trucks いる主 exem Moż 非常殺 téc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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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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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擅 相關 Katherine 非常感谢 我们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我们把话筒换了一下 现在请你 给回答这个问题 非常感谢主席女士 那么作为一个老师呢 我看到年轻人 他们会去学校 他们获得技能 成为企业家 并且需要创新进程 并且使用互联网 在技术领域呢 非洲的互联网技术机构 将会为你们提供帮助 使得你们能够学到最新的技术 似乎这个优质的宽带连接 已经为GDP做出了贡献 因此宽带 它怎样为GDP做出不同的贡献呢 那么有哪些技术 哪些教育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来促进这个连接性的发展呢 我们必须要发展技术技能 并且交合作伙伴 从而来进一步敦促 更广泛的技术工作 能够拓展和开展 从而来避免把这些内容呢 都外包给其他的技术机构 特别是这些服务 因为如果把它们外包出去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发展 我们自己的技术能力 我们还有一些运营性的决定 需要去做 这是一个长期的技术和科技发展 研究的一个过程 我们需要确保 我们的教育和研究机构 能够抓住这样一个机遇 能够真正参与到全球的研究活动中去 来加强教育的能力 促进各个经济的发展 这将会要求 我们有更好的学术课程 并且有更好的网络 来促进本地的技术的发展 来解决本地的问题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促进国家研究网络的 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要使大家合作起来 并且分享技术和经验 那么我想请Rodney Taylor 来回复一下 我知道这个问题 已经大家给到了答案了 我想说 我自己是来自加勒比海地区的 我是来自巴巴多斯 那我也是那里的数字大使 那我们的教育呢 是自由的 特别是在中学之后的教育 那么这些学生 他们学习电脑的技术 并且回到社区 那么政府呢 也启动了数字服务 数字服务呢 使得我们能够进一步参与到发展的周期 让新老的成员都能够积极地参与进来 他们参与到学校 参与到各个其他的领域 同时呢 我们还请求残障人员和边缘化人群 也能够参与进来 使得我们能够进一步促进 整个社会的技术和数字能力 另外 还有一些项目 比如说ITU 它有一个非常好的项目 就是ITU的这个学院 我们还有ICT的女生的这样一个项目 还有Cisco的一些妇女的项目 这些都在帮助着加勒比海的女孩们 非常感谢Taylor Missue有请 Missue各社TemothéeMissue 非常感谢 谢谢我们的主席女士 那么有关数字技能这一块 这个问题呢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国家呢也是非常关注这一点 我们为我们的工人提供数字技能 政府工人还有中小型企业 我们也为他们提供这种技能 我们还在与国家的教育部门进行合作 请求投资者来在学校升级他们的课程 并且构建数字ICT的这些课程 我们还与年轻人 包括小学中学的孩子们一起合作 帮助他们接受培训 并且教育他们的家 家长学习技术和ICT的这些技术 从而进行扫盲 我们还尝试着 不要让所有人 不要让任何人落后 我们敦促我们的行业和合作伙伴 都能够支持这样一个数字扫盲的工作 使得我们的农民和SME 都能够做到更好 我们还要构建ICT的这个实验室 在我们的学校和社区中 通过这种方式呢 使得年轻人女孩 以及残障人士都能够参与进来 让他们也能感受到这些新的技术 来学习数字技能 我们有很多的这些 加强意识的活动 包括在整个国家 推广这种活动 来教育人们要学习技术 数字技术 在互联网这一块呢 我们也请求他们能够尽多的使用 新的技术和设备 来对他们进行互联网扫盲 让他们使用社交媒体 并且告诉他们哪些是误用的情况 所有这些都是在晚上发生的 我们还在与行业进行一个紧密的合作 在上个月呢我们签署了一份备忘录 那就是同国家的高等院校签署这样一个项目 我们要同他们进行合作 我们要同他们进行合作来加强 计算机社会的这样一个发展 还有PNG 数字ICT的这样一个集群的工作 我们还同Cisco进行了一个合作 谢谢格夏 我知道您的时间已经到了 不好意思我要打断你 现在Doreen Bolton Martin 来回复这个问题 非常感谢 我想说刚才马云然先生谈起了一点 那就是互联网它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平衡机构 我们的研究表示缺乏数字技能 实际上是阻碍我们数字改革变革的一个重大的阻碍 那很多人谈起了教育 那么我想说这个教育要越早越好 所有人都应该要学习 在学校里面学习这些数字技能 包括在小学里面就要开始学习 那么这些核心的技能呢 包括媒体和信息 以及自由以及网上安全等等这些内容 都需要向他们进行传授 当然了ITU也是在做我们自己的工作 来加强全球的数字技能的发展 同ITU的使用ITU的这个学院向大家推广信息 并且同非洲进行合作来进行基本的数字技术扫盲 并且培训培训人 使得他们能够学习到最新的技术和创新 我们同ILO进行紧密的合作 来在整个非洲进行培训 我们还启动了这个编程的项目 使得非洲的女性和女生都能够参与进来 并且使得数字的企业家 以及私营机构政府工作人员 都能够参与到这种培训中来 非常感谢 谢谢 现在下一个问题 那就是展望未来疫情之后的社会是怎样的 那就是在疫情之后 我们从疫情中学到了什么 而且这对数字基础设施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人类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我们发现在巴巴多斯呢 它之前的互联网渗透率是80% 但是疫情发生之后 我们看到 你们有这个网上学校 有很多人 因为在封控期间呢 他们在家里有三个孩子 三个孩子年龄不同 然后父母又在家里工作 但是他们只有一台电脑或者是一部手机 所以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内容就是 数字基础设施的这一块很重要的就是廉价的设备 那我想请Pedro先生先谈一下 非常感谢 新冠疫情呢 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包括非洲地区 那么它加大了这个南方和北方的数字鸿沟 还包括了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的这个数字鸿沟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也开始采取了一些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来解决这些问题 比如说通过电子采购来促进 获取产品和服务 使得非洲人也能够获得产品和服务 或者是获取疫苗 通过这种方式呢 展望未来 我想要多说两句 那就是 非盟以及它的下属企业 下属国家都是非常关注这一点的 展望未来 这个非洲联盟的峰会呢 它将会关注数字的变革 这是很重要的来实现这些目标 我们需要向大家展示这个价值主张 特别是在多个司法管辖区中都要如此 例如 我们的投资在数字变革这一块 就给到了我们一些证据 从而能够进一步促进GDP 因此我们能够获得部长给到的注意力 并且给到我们资源的部署 从而投资于这些基础设施宽带等等这些技术 还有一些国家呢 比如说在卢旺达 他们也做出了他们的工作 他们意识到在早期进行投资 投资数字基础设施基础生态系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必须要投资更多 在中非地区 我想说中非他可能做的没有西非和东非那样做的更好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就获得了自己的优势 使得公民能够获取商业的服务 那么我们要说服中非地区的政策制定人 能够做出更好的工作 非常感谢 现在我们请Paula Bear有请 有请 非常感谢 主持人 我觉得你提到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新冠疫情都交给我们说 加速的 转变 不同的国家都需要加大投资 我们认识到访问是能否访问互联网是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一些统计数据 统计数据 我们前面也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 就是要有足够多的设备 有这么多的人 他们只有手头有了设备才能够有意义的去访问互联网 我们也需要为未来的风波做好准备 我们的工作 意味着一旦发生任何危机 我们要就绪我们的基础设施 人们能够有意义的访问互联网 我不认为我们能够回到正常的状态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工作环境都受到了影响 学校也要采用线上教学的模式 我们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不仅仅是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 要确保我们有评价的设备 有正确的以本地语言作的文内容提供给所有人 与此同时 我们要确保可负担性 是能够涵盖所有的服务的 所以我们就要找到多管其下的措施 谢谢大家 接下来我请安诺卡做发言 非常感谢主持人分享你的经验 他能够显示出这些不平等 在新冠疫情下是被凸显了 第一点 在新冠疫情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数字政策 得到了更多人的理解 这样的理解 需要扩大到所有的行业 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我们能够比过去更加的团结一心 确保我们能够满足人民的需求 确保数字的政策 能够涵盖所有的行业 特别是教育等等 能够帮助人们改善生活 第二点 今天我们的讨论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们需要资源 有资源才能够应对这些问题 能够实现普遍的接入 我们需要4,280亿才能够使每个人都能够实现普遍上网 如果私营部门能够出资一半 我们还需要政府也提供资金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新冠疫情 我们看到了在线的犯罪现象上涨了 特别是在线基于性别的暴力犯罪行为 我们也要认识到在线上针对妇女的犯罪 他能够帮助我们去弥补在线的性别不平衡的情况 李先生你想说几句吗 非常感谢主席女士 抱歉我要求发言 我想跟大家分享几句 涉及到在新冠疫情之后 在IGF之后 在明年的9月份联合国要主办一个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峰会 SDG峰会 我们会回顾SDG实施的状况 这个会议对所有的立相关者 我们可以在那里去回顾 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实现哪些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第二点 秘书长也提议启动一个全球的数字契约 在2030年 在联合国主办未来大会的 未来峰会的时候 我希望所有的立相关方都能够采用这样的一个全球数字契约 谢谢大家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不能够得到相关的服务 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国内的互联网产生影响 我们要互联网提供全球性的服务 运营商 他们要有国内内容的提供商 这些呢并没有很好的融合到当地的经济当中 内容 现在还没有跟进 基础设施 没有对这样的一个压力测试做好准备 我们不能够很容易的 把人们呢 让他们在家庭在工作场所或者学校来进行转换 我们要为这样的情景做好规划 在线还没有成为我们的文化一部分 但现在由于新冠疫情 它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有很多的创新 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区域更好的发展 非常感谢Costoli先生 非常感谢你说的完全正确 我们要强调新冠疫情 他要求我们加快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 因为大家看到有这么多的人在新冠疫情下 他们提升而出公共机构 他们提供教育服务 还有零售商在线提供服务 并且科学家之间展开合作 能够很快的开发出新冠的疫苗 但是呢 我们要确保 我们要学习经验教训 我们听到了混合式的工作模式 要确保大家都能够合作 在ICAN 通过ICAN的工作 我们要去与那些不良的行为体做斗争 因为有很多网上钓鱼 垃圾邮件和欺诈的现象 我们要非常感谢有这样的一个 兵之如归的IGF大会 我们在这里面展开讨论 这不是一个决策的机构 但是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能够去探索 去辩论 去讨论有什么样的新的政策观点 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也要开发技术 让年轻人能够有意义的实现互联网的访问 公共部门 政府 私人部门 新的技术 所有这些都要团结起来 能够让全世界的青年人能够使用互联网技术 好的 最后一轮的问题 现在有什么样的措施来确保一个更包容性的 有意义的 负担得起的 能够包含非洲和世界各地的一个互联网的服务 并且帮助我们实现2030年的发展目标 先请黑了 谢谢 我们要进行互联网的部署 能够有效的去管理互联网的流量 因为当地本地的内容 他们也要国际化 这也是有成本的 我们需要提升改善互联网的访问 特别是要提供本地的内容 除此之外呢 还有普遍的服务 我们前面提到了 我们要有效的进行部署 我们不能够说让上亿的美元资金白呆在银行的账户上 我们需要利用起来 最后一点呢 我们可以看到 链通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它应当是一个普遍的人权 我们有全球的数字契约倡议 它提供必要的资源 特别是提供给发展中国家 来将链接上网的成本降低 这是我们就有意义的 负担得起的链接 做了大量讨论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巴布亚新迪内亚政府 还有我们的监管机构 我们密切合作 来弥合数字鸿沟 使普遍链接成为一个现实 来确保没有人掉队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非常的强调 来确保女性女孩残障人士 土著人士 他们不会掉队 所以在上一周呢 我们召开了 立项官方团体的 有关普遍访问政策的会议 像我们所说的 我们有一个新的宽带计划 来确保女性和女孩 残障人士 土著人士 土著的群体 他们能够在数字经济当中 包含进来 这些都是我们 未来工作的重点之一 我们有非常重要的规划 很快就要实施 这涉及到负担得起的 有意义的普遍的互联网的链接 我们要确保没有人掉队 我希望在太平洋地区的兄弟姐妹 都能够实现负担得起的 有意义的访问 谢谢 非常感谢 非常抱歉 现场音频现在有点问题 请大家稍等一下 现场的技术人员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非常抱歉 现在还是听不到现场的声音 我们要能够提供链接 我们要能够提供链接 无法听清现场言语 谢谢 要实现2030年的目标 现在我们要把所有的要素放在一起 投资 创新 基础设施 治理等等这些技巧 都要放在一起 才能确保目标的达成 变向未来 我们 在这个 全球数字契约的框架之下 在互联网治理论坛的框架之下 我们实现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我们 是可以通过多利益相方方的模式来达成 联合国的 全球和持续发展目标当中 有关互联网的部分的 未来我们可以设定 重要的目标 在未来的十年当中来看 我们的数字经济的发展 该如何实现 增加互联互通信 我们看到 在联合国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展了 最后呢 在这个重要的进程当中 我们希望达成的是包容性的 评价的互联网的接入 而这一切只有在政府治理的框架之下 才有意义 我们应该就此展开对话 展开沟通 像银行业 医疗等等这样的服务 才能够在互联网的基础之上 得以发展 谢谢 我就说到这儿 马月然请发言 谢谢 我之前发言人已经说了很多 非常感谢 当新冠疫情到来的时候 有一个好的情况 就是我们的互联网 是在这个2020年疫情开始之初 到现在呢 是没有发生崩溃的 那这背后呢 是一系列的技术 保障的 一系列的协议 一系列的政策 我们需要来维护这些工作 我们需要考虑互联网的各个组分 要确保互联网仍然是一个同意的互联网 我们要看待互联网在全球范围 以及在区域所起到的作用 很多的流量 其实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区域 在非洲 在非洲自己的区域 和本地的环境当中 构建这样互联网的流量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个项目 在这方面就显得很重要 也就是国家代码 抱歉 马月然先生 抱歉要打断您的发言 因为时间不多了 我们 时间不多了 我们还有一分半的时间 一分半的时间确实不多 就这个问题呢 主席女士 能不能花十秒钟 再说一下问题是什么 没问题 目前我们能做什么措施 来确保 非洲之内 以及之外 能够确保评价的 可靠的互联网的接入 以及达成2030的数字发展的目标 好 我先回答一下 也就是关于 这个实际发展目标 在我们和合作伙伴一道 包括Icon 要 依靠这种 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式 来推动工作 我们 专注的一个方面 是 频谱方面的一个变革 特别是在 57到75的这个频段 互联网的频段 并不是很多的 非洲的运营商 在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另外的一个方面 就是 普遍沙盒 在互联网层面 我们正在努力的 尽可能大力的来推动创新 有些地方是没有相配套的 监管框架的 然后我们就使用 在这些地区来使用 这个监管沙盒 我希望我没有超时 好 谢谢您 斯卡利先生 请讲 那 我们现在要谈谈的 其实 更关注的 更关键的 并不是 这个 和法律 和法律 监管 本身 而是要有这样一个框架 法制的一个框架 要是得这样的框架呢 能够服务于支持 数字接入 通过改善 通过改善 接入 来 弥合数字 鸿沟 这要求我们和合作伙伴一起配合 像 肯尼亚的 ICT的计划 等等 这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另外呢 我们还在和 尼日利亚的 监管部门 合作 我四年前是 这个 肯尼亚 我们当时目睹了 肯尼亚的利用的互联网的情况 如何把互联网应用在学校当中 使教育受益 所有的这些 都是在这个 包括英国政府 以及其他政府 我们一起搭建的这个框架之内 来进行的 这是很有意义的 好 谢谢 在我们结束之前呢 请大家展示 你们有多棒 30秒钟 请进行评译 30秒 谢谢 我们希望 社群当中的人民 能够 有这样的 各种各样的接入的方法 比如说 移动电话 等等 不想让这些设备和设施浪费掉 另外我们还有其他方面的挑战 比如说疫苗 比如说这个教育 我们希望能够尽量 尽可能的压低成本 阁下 请您注意时间 尤其是在互联网层面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你 特勒尼尼勒费 请讲 在我们已经听到了 不同的发言人的观点 关键的一点呢 是要有和 正确的合作伙伴关系 那么 我们还要看 他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 斯卡利先生 谢谢 我们感谢IGF把我们聚在一起 组成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专家组 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式 是非常重要的 使得我们可以聚在一起 以合作伙伴的关系来进行配合 我的同事还会在这周 参加多场会议 来探讨 如何来实现 普遍的评价的 互联网的接入 非常感谢 谢谢 Ju Ford 我们 评价的可负担的写的 有意义的互联网接入 是非常重要的 要实现这些目标 我们需要努力推动数次建设 好 谢谢 下一位发言 现在30秒的时间 李先生 大家已经说了很多 我想说两句 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的 在IGF框架下的 合作伙伴关系很重要 第二呢 就是行动起来 行动起来 不要后退 好 下一位发言人 我们未来的世界将会比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更加的复杂 所以我们需要能力 而对这能力很重要的就是互联网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有这个 有5万名 科学家的一个社群 这是我们一个宝贵的财富 我们应该好好地推动相关的工作 谢谢 Doreen Boudermartin 好 谢谢 我们的目标 当然是普遍的有意义的评价的互联网的接入 那 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是没有享受到数字的发展的进步 那么 如果不能够弥合这个差距 我们就无法达到可视性发展目标 而最终也无法实现我们 这个数字转型 谢谢 下一位发言人 确实 不同的区域 情况都不一样 有一些国家比较小 所以我们更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包容性的 可有意义的接入 这一点 对于这些区域是尤其重要的 可以吗 先生 谢谢 谢谢主持人 非洲 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程 在过去的三十年 我们 在这个进程当中呢 应该回顾一下 我们应该看到 非洲很大 很多样 没有一个 普遍适用的一个 医疗永逸的方法 所以我们应该保持紧密的沟通 谢谢 抱歉要打断你了 下一位发言人 谢谢 我对于未来非常的感到积极乐观 多利相关方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我们这个专家组已经谈到了 我们的进展是非常有希望的 我们利用互联网 以及推动互联网发展的这方面的工作 未来的前景还是很好的 好 下一位发言人 谢谢 多利相关方模式 这里下的一个政策的这个 机构呢 是影响着50亿的互联网用户的 接入 所以在技术方面呢 我们是要确保各方面的通力合作 来维护这样一个系统 来使大家能够接入互联网 好 下一位发言人 那我们是都知道 多利相关模式的这种合作伙伴关系的方法 是非常重要的 我也感到非常的幸运 也很荣幸有这样的一个荣誉 能够在这里跟大家探讨 那么在未来的四五天当中呢 我们还会谈到 在互联网当中我们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问题 我们的各位同事 请大家利用自己的能力和这个知识 来帮助那些在互联网范围内受到挑战的人 帮助他们 好 下一位发言人 谢谢 那性别方面的问题呢 对我们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2020大概有1万亿美元的GDP 是与此问题有关的 而成本收益也应该是我们关注的一个话题 好的 非常感谢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的总结 现在我们的会议就到到尾声了 非常感谢我的团队 那么我们这次的讨论呢 是非常的精彩 尤其是我们现在 插取了线上线下集合的形式 那么我们的这个报告人呢 将会给我们出一份这次会议的报告 对于我们下一步的合作呢 进行一个展望 那么好的 再次感谢我们的嘉宾 请我们鼓掌感谢嘉宾 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和踊跃的发言 谢谢 比較Say 谢谢 非常感谢 来 核褶子 我们下攀摆 我们下期 我们下期 ği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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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